先去准备一下这个课程里面需要用的一些资源 先下载一个压缩包 地址是resources.net 下面的微信appcase 下面的微信appcasefiles.zip 找到下载下来的这个压缩包 先解压一下 然后把里面的assets目录下面的东西 放在我们之前创建的这个小程序的项目里面 在assets下面的icons里面有几个小图标 一会儿我们会用到 这里还有一个gs 还有一个json文件 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两种格式 js里面是一个javascript的对象 json文件里面是一些json格式的数据 它就是我们的小程序需要用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一些文章的内容 这个数据可以来自我们的后端应用 不过一开始我们先不考虑后端服务 先专注小程序的本身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后端服务的接口 你可以在您号网上面去找一些 创建rest的接口相关的课程 比如说你可以去使用wordpress Drupal或者是node.js 去为小程序创建后端服务 这里这个json格式的数据 假设就是我们的后端服务接口提供的 我们可以先简单的看一下 了解一下里面的数据的形状 这里呢有三个主要的东西 slides 它里面是我想在小程序的首页上 添加的一组幻灯片的内容 vehicles是一组汽车内容 stories里面是一些故事内容 在用到具体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去看一下 这个json版本的数据我传到了网上一份 我可以先用一个rest的客户端去试一下 这里我用的是insomnia 配着一个请求 请求的方法呢是get 地址是resources.net 下面的微信appcase 下面的db.json 发送一下这个请求 返回来的数据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json数据呢是一样的 在你的小程序里面也可以请求使用这个在互联网上的这个json数据 请求的方法呢